立之床 不着香花麦 不香油涂身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或舞不时 随行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玛丽伯美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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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门品》里面 释迟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玛丽伯美奉 阿玛丽伯美奉 阿玛丽伯美奉伯美奉 阿玛丽伯美奉伯美奉 阿玛丽伯美奉 无我就是你没办法主宰 一切都没办法控制 一切都没有单独存在 属于空 但是因为世间人不了解 这个无常苦空无我 他认为我这么努力 我可以得到所谓的幸福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只要有身体 就有身脑病逝 轮回的痛苦 所以只要你有心态 你就有很多东西 满足不了 爱恨别离的问题 所以凡是有生有心的 都在痛苦 跟人一样 动物一样 轨道一样 天道一样 现在很快乐 但是不究竟 这个不究竟是他福报 享受完了 时间一元到了 他就直接要堕落 地狱到鬼到 或畜生到 轮回 所以呢 一切都是苦的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空无自信 没有永恒不变 都是虚幻的存在 所以各位你要用这种眼光 就像刚刚我们 为往生者在念心经 希望往生者能够体悟这个空性 如果他没有这个空性 他执着 身体是我 我现在在地狱 身体是我 我现在做轨道 他很痛苦 甚至他执着他的感受 想法 感情 分别意识 他也很痛苦 所以各位念心经 就是在跟他 用慈悲心 在跟他说法 观智在菩萨 说 心生波罗波罗 你要有智慧 了解 看清楚 照见五蕴皆空 所以 你要让自己 脱离身心变化的 种种的痛苦 等等等等 那各位就要把这个心经 经常念诵 也在为自己说法 净化自己 你净化自己 你不可能叫说 告诉我 你不要生气 我来生气 不行 所以 自立 立他 你要让这个心经 这个空性 融入 故空中无言而彼此生意 所以是诸法空向 这个世间 凡是一切有情存在的 都是平等的 不生不灭 也没有生 也没有灭 不够不净 也没有肮脏 也没有干净 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不增不减 但是我们 一般仿佛都认为 有个生 有个死 有个增加 有个减少 有的好 有的不好 因为没有看到 真相 所以很痛苦 一波罗波罗 蜜多苦 心无挂碍 如果我们有这个 看到真实面貌的 智慧 那你内心里面 就可以平静 也可以生起 永恒不退的悲心 最后成佛 利益众生 所以 各位要经常去分析 不要被这个 世间的 假象影响 就像各位看到 你的相片 哎呦 怎么老了 伤心 怎么看起来健康 快乐 那事实上 那个跟解脱 没关系 跟慈悲 也没关系 所以 这个就是 问题之所在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当他执着有钱 我们就替他 很受苦 因为他将来 必定 这些也带不走 所以各位要 经常保持这个 悲心 当然这个悲心 是来自于了解 世间的变化无常 所以 看到真相 就像你看到 你的女儿 现在十七八岁 想谈恋爱 买衣服 可怜 又中毒了 掉落哭喊 所以有人在吸毒 你一定会觉得 他很可怜 什么是毒呢 就是因为 没智慧 我直 生起了这些 贪心 称心 于是邪见 傲慢 嫉妒 怀疑 种种种种的 这种不好的 负面的烦恼 因为这个烦恼 就会造业 造业就不断受苦 那我们要一直去 思维这些 轮回众生的痛苦 所以 红色的代表 三三道 黄色的代表 往生者 乃至三二道 那六道众生 都在不断 深深灭灭 不停止的 轮回 很痛苦 所以我们 佛教 特别大乘 佛教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 六道众生 脱离轮回痛苦 叫慈悲 那慈悲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 就像各位中午 大家吃完饭了 这也是慈悲 因为这样我们 才能够继续 在努力 那我也很希望 各位今天来参加 法会 是慈悲 而不是说 我不用上班 所以我去了 那是因为 我要去利益众生 所以 我去学习 利益众生的方法 而且真实 我们也在 用我们 可能的范围 去利益众生 为他们点灯 为他们做焉供 做焉供很危险 隔壁会抗议的 但是 做吧 还是做小一点 替他们小宅八度 替他们写了很多牌位 所以我下午 我很想跟各位 大家互相 讨论讨论 因为我们在伦敦 也在世界各地 都成立慈悲协会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成立 我们成立慈悲 协会要干嘛 就是要慈悲 没有别的想法 因为慈悲才是 佛法的精髓 慈悲才可以 安顿我们的生命 慈悲才可以 让你内心平静 慈悲才能够称佛 所以 当然慈悲不是每天 坐在寺庙里面 谈论慈悲 至少 在谈论 乃至看经典 找到正确慈悲的方法 所以 找到了以后 那一定要化为 真实的行动 去慈悲 老人院 古为院 医院 有人的地方 甚至那天 我们去西敏市 看到这么多人 让我们出家人 坐在那边 慈悲 你用你的方法 去慈悲 希望所有的 里面的帝王 皇生者 能够真实的升天 希望来参观的人 都得到我们 累劫所做慈悲的力量 留在那边 就像我们回向出去一样 所以 所以那天 我跟我们慈悲协会的 理智聪部 他说 每个月 如果各位住在伦敦 大家应该 约好时间 去不一样的教堂 念经 不要出声音 因为悲心很重要 愿意让我们出声音 更好 你只要给他解释 你在念什么 这个叫慈悲的声音 大悲咒 就像七情圣穆玛利亚一样 七情上帝一样 我们只有共同的目的 希望 众生能够 往生者也好 活的人也好 得到一个正面的 光明的 快乐的 暂时离开痛苦的 那大家应该 集合这个力量 所以 去 跟任何宗教 叫解散愿 表达我们 无所求的慈悲 不是去改变对方 我对方希望 健康 我们做了很多 健康的方法 来感恩对方 所以 基督要说 死比受有福 所以能够让我们去感恩 希望对方快乐 我们更快乐 这样而已 所以 虎牧区也好 乃至 河边也好 那边 纪念公园 听说那边有 女皇后被砍头 等等 特别在伦敦 这么多人 那各位也可以 阻断去大英 博物馆 哇 里面木乃伊 那么多 所以 里面有非洲的纪念品 有各国家的 古时候 传下来的纪念品 那这些 都有代表 无量式的 一个生命的 轮回的状态 不管你到哪里 都可以 你去大英 图书馆 那也希望 所有的人 都有了知识 有了智慧 所以我在这边 希望大家 如果有时间 愿意参与 大家互相帮忙 能够去关怀 独居老人 对我们修行慈悲 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去做 你得不到 慈悲的力量 所以就像各位 把饼干拿去做烟共 你会觉得 你自己很快乐 不是欲望的快乐 那是一种慈悲的快乐 所以 你到海边 河边去喂 海鸥 你觉得你很快乐 如果在英国 伦敦 要救一只鱼 很困难 但是能够救一只 就很快乐 那这一点 那我们 组这个慈悲协会 所以我这次去 去我们去 爱丁堡 纽卡索 跟拉斯哥 我们有很多居士都一起来 事实上每次做的工作都差不多 就是能够坐着慈悲的都去坐吧 所以路边树 看到树就给它滴几滴水 希望这个树长得更好 这个水里面有干露 所以 不管到任何地方 一只小蚂蚁 如何对它慈悲 当然各位如果有时间 要慈悲 像各位现在已经会 回旗子了 又给各位一个金凡 车子要开始开 开到有养牛跟养羊的地方 通过这个风